到日本大阪彩点 到顿窟打卡拍照 黑门市场吃道地大阪烧 体验独特关系风情 尤其2025年大阪世界博览会将登场 预计吸引世界各地旅客前往 但大阪却在近期提出 计划加收旅客旅游税 大阪现行的住宿税分级 以每人每晚房费来制定 共分三个等级 最多会收到63元新台币 虽然看起来数字不大 但预估今年住宿税能收到 5.7亿新台币 会刷新历史新高 若旅游税确定上路 势必得多花一笔钱 布置大阪 其他像是西班牙瓦伦西亚 意大利威尼斯 以及印尼巴黎岛 都在今年开征旅游税 除此之外 泰国四月也将调涨机场税 包括六座机场离境税 以及国内线机场税 都略有调升 以后旅游人潮大爆发 各国开源想方设法 希望能在观光和城市维护之间 找到平衡 华视新闻 方安婷张德森综合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